今年3月5日进入24节气的金泽节气,金泽前后很多人容易感到疲乏。 常表现为人们说的春困,这是因为个人阳气生发的能力不同,或不同地区和节气如雨水清明前后影响, 另加上外界天气降雨量的增多,素体脾虚之人更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导致湿困皮土产生困倦感不爱运动春困表现。 因此在春季时,人更容易觉得闷闷不乐,轻质抑郁,工作生活都提不起兴趣。 大多数情况下,肝气欲结,痰湿组织,寒泥血瘀的人更容易出现春困, 这类人群常常表现为邪痛,胸闷,婉胀,爱气,还容易形体肥胖,感觉身体僵硬,怕冷,容易做噩梦。 改善方法 改善春困的状态,找回精神的自己,可以从睡眠习惯,饮食,运动三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一般晚上十点前入睡,早上六点至七点起床,保证每天七到八小时的睡眠都是比较适合的。 午饭后,最好有半小时的午睡时间,也能帮助缓解春困。 春困不是靠补教就能补回来的,白天睡眠过多反而会导致阳气不能正常生发,因起头昏、疲乏等不适。 其次,饮食方面要多注意。 食用过多的生冷食品会损伤脾胃胃阳气,增加含宁气质血瘀失足等病理因素。 从而阻碍人体阳气生发,尽量减少水果、酸奶、冷饮等生冷饮食。 进食地选择应首选当机的瓜果蔬菜。 应期时的食物藏春气。 推荐的蔬菜有春笋、菠菜、窝笋、豆芽、韭菜、菌菇等。 推荐的水果有草莓、橙子、樱桃、香梨等也可食用。 但注意适量,不可贪食以免物极必反。 干气生发不足的人,可以适当吃些有助于阳气生发的食物。 比如鸡肉、羊肉、韭菜、葱、花椒、生姜、辣椒等。 上午9点1100是皮筋气血旺盛的时间皮主运化、主四肢。 这个时间运动对于调理脾胃改善消化功能。 生发人体阳气非常有益。 下午3点、5点是膀胱筋气血旺盛的时间。 这一时间运动有助于振奋阳气。 增强免疫,排出湿气,扒断紧,练起来。 所谓动则生阳。 后汉书话陀转油仔,动摇则骨气消。 血脉流通,并不得生,辟油护书不朽事业适量的运动可以帮助人体顺应自然之气。 助阳气生发,阳气足则正气冲。 人体抵御外界致病因素的能力强,则不易生病。 在传统功法中,八段颈以学艺掌握,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 通过一呼一吸的肢体伸展动作,动以舒筋达到调气、调心、调膝、调脏腹的目的。 坚持练习八段颈,能够胚部正气,调和气血阴阳,竖筋通落,从而实现防止疾病。 久坐办公室的人群,欲强壮身体的老年人尤其适合练习八段颈。 春天运动出汗后应尽量避免吹风受寒。 汗出当风容易引起面瘫、面积静磷等病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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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